魁伟9年再次砍自由座高铁清明驾票被抢翻狂卖30万张 台湾高铁公司今天凌晨零时开放清明廉价订票 这也是魁伟9年后高铁一律实施全车对号座 高铁说截至今天上午8时总定位数已达30万张 不少网友也在PTT上分享抢票状况 有网友抱怨因为少了自由座所以网页很卡 质疑高铁在取消自由座时有无考虑过瞬间流量会跟之前廉价有差异 不过也有网友表示APP购票相当顺畅 三分钟内来回票就搞定 还有网友说购买回数票 有收到高铁记的简讯与推播 所以知道这次取消自由座已有心理准备 民众陈小姐表示 她平常廉价会从台北回高雄 所以都会选择搭高铁的自由座 昨天虽然一开始没有订到票 但后来多事几次就有了能够谅解台湾高铁基于防疫需求采取全车对号座 台湾高铁说 昨天深夜起即指派专人持续观察售票状况并确保系统稳定 今天凌晨临时开放售票后 前五分钟系统级成功完成七万四千余张车票定位 十五分钟内完成十六万两千余张定位 三十分钟内完成二十四万三千张定位 截至今天上午八十总定位数已达约三十万张 台湾高铁表示 已完成定位之旅客若三天内未完成付款 座位将会释出 建议尚未购得所需车票的旅客 届时可再次尝试定位 台湾高铁企业网站已也公布热销车次资讯 方便旅客规划行程 另将持续观察旅客定位状况 积极规划清明输运二次增班 并透过各项运能精进措施 将全车队三十四组列车座最有效运用 以加强服务旅客 配合防疫 台湾高铁2020清明假期输运四月一日到四月六日 所有车次一律实施全车队号座 暂停定期票 回数票 优有卡或易卡通联名卡使用 以降低感染风险 输运规划加开184班次列车 南下79班 北上105班 总计六天提供1050班次列车 1038450个座位的旅运服务 高铁自2007年1月5日通车 初期并无自由座均为全车队号座 直到同年11月12日才推出自由座 后因金融海啸影响 自2009年元旦输运起实施输运期全车队号座 在于同年7月起扩大至周五至周日全车队号座 如此持续一年后至2010年7月起 配合定期票及回数票之推出 才终止实施全车队号座 改为每天都有自由座 其后仅于2011及2012年 为了提升旅运品质 于春节输运期间实施全车队号座策略 不过后来因为旅客数日益提高 甚至单日旅运达突破31万 所以后面皆有贩售自由座 此次清明输运为事隔9年后再度推出全车队号座